而連日的豪雨也讓台東的山區道路是泥嶺難行 一名潘信男子為了送貨是貿然的上山 不料卻因為路面濕軟 車輛陷入泥坑動彈不得 貨報員警是冒險前進山區 最後在草叢的深處找到了男子 並且利用石頭墊高的車身 順利的讓車子脫困 電話中夫人焦急詢問兒子的下落 就是因為稍早警方接獲報案 一名潘信男子上山送貨 卻因為山區雨勢越下越大 加上不熟悉路況 車子就卡在了泥坝路上動彈不得 遠景沿著山區產業道路 一路向山林深處開去 狹窄的道路幾乎只能容納一輛車通行 而道路的右側就是山谷 路面也因為連日來的豪雨 變得泥泞難行 還得隨時注意內側山壁的落石 救援之路可說是險象緩申 那個開警示燈臨機爆氣 然後最後有聽到那個小貨車 按喇叭的聲音 索性在警方費了好大一番勁後 終於在一處雜草重生的空地 找到了受困的小貨車 和駕駛的潘信男子 你是送菜 然後找不到地方這樣 由於路面過於濕軟 警方也不敢貿然拖車 只能先找來石頭墊高車輪 再順勢家族油門 將車輛脫離泥坑 趁著於是稍緩的時候 安全護送男子下山 結束了這一場山中精魂祭 記者喳喳會台東市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